42. 蘋果日報 增淵倉專欄 大時代的夢醒時分 2015年7月8日投資 B05增淵倉專欄增淵倉次昨日收報24,975點 很接近被傳媒形容為港股大時代的起點 今年4月1日的開市水平 當日 次列口高開 開市時指數報24,955點 之後就進入狂聲的日子 4月正是春花開放的日子 可惜春夢已醒 大家就當成是欣賞一場大時代的電視劇 幸好現水平 或者說3月底的水平依然比去年互港通開通時高 換言之 只需入市組 至今依然有賬面上的盈利 我在去年中就已經不斷地告訴大家機不可失 可以買A50 ETF及港交所388 現在 我也看不出湖中只會回跌至2000點 港交所股價也應該不回跌至去年中的140元水平 不信中央暴力救市一向以來 我都不鼓勵高追 現在 次由高位計算只試下跌一成多 跌得從的是二三四線股、垃圾股、概念股 這類股過去半年我一而再地說只適合小注意情 現在 我再強調昨日講的話 不要斷炒博反彈 如果有大藍籌股能提供令你滿意的股息率 可以考慮買入收息 過去幾天 傳媒說中央政府打算暴力救市 我並不相信 若中央真想暴力救市 中央絕對有能力拖市 若真有暴力救市 我們應該在電視機前看到李克強大談暴力救市的行動 正如2009年溫家寶在電視機鏡頭前告訴全世界 中國政府會投入4萬億元人民幣於基建 1998年董建華也在電視機鏡頭前談港府打大惡 畢竟目前胡宗子依然比一年前高了許多 目前中央政府應該只是想穩住股市 而不是在牽狂炒之中 曾淵蜜曹財經評論員 但現在有剛好過的好方式 即日快樂 運動車 曾經特務商機 旦我的雙曹財經評論員 我們告訴我 我們在近期的 運動車 胡宗子有點露 但我懶疑 你確保